嘉庆元年,1796年5月,深处宫廷的乾隆皇帝接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故山辈子福康安因病在军营中去世,十年仅43岁,这对于已过八十寿臣的乾隆而言如晴天霹雳,为纪念福康安的卓越贡献,乾隆特地追封他为家勇郡王,福康安做过哪些贡献?乾隆为何会授予一个外姓臣子皇家封号?大家好,欢迎关注繁华五千年,点关注,不迷路。 家世显赫,福康安康何其人也?福康安原姓傅察,与孝贤淳皇后同姓,傅察家族在满洲襄皇旗中颇举声望。 祖先旺吉努是后金的重要功臣,随皇族征战四方。 顺治和康熙时期,傅察家族崛起,政治地位显赫,当乾隆继位后,傅察一族受尽皇帝恩处,地位达到巅峰,成为满洲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一族。 其父傅衡,出身于显赫的傅察家族嫡系,年轻的傅衡因其聪颖,勤奋以及出众的容貌,被选为乾隆的学伴。 而其包姐姐傅察氏被雍正皇帝选为乾隆的嫡夫进,乾隆继位时,她被册封为孝贤淳皇后,享尽荣华,这也使得傅察家族成为皇亲国妻。 傅衡在皇帝身边的年岁建长,她凭借忠诚与能力取得乾隆的深厚信任,恰逢乾隆当时也正在寻找一批年少有才的官员,为朝中注入新鲜血液。 故而,傅衡为官之路,如同坐火箭,仅几年时间就从六品侍卫月升至一品高官,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乾隆十三年,金川战役爆发,大清军队遭遇困境,经验丰富的张广四和受乾隆倚重的乐钦相继战败,甚至为此丧命。 面对如此困境,傅衡自告奋勇率兵出征,成功扭转战局并于次年大获全胜。 乾隆为奖励傅衡的卓越贡献,封其为一等忠勇公爵。 史富察家族成为有史以来,少有的三代同获一等公爵的家族。 乾隆十九年,准嘎尔地区又一次爆发冲突,傅衡背负胜一踏上战场,再次获胜,为纪念参与西征的勇士。 乾隆决定建立紫光阁,并在其中展示这些英勇将士的画像。 而在这众多的英雄肖像中,傅衡的形象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荣誉, 摆放在最显眼的首位。 此外,为表彰傅衡的第二次杰出贡献,乾隆甚至想破钱袋的传统, 两次封赏傅衡为忠勇一等公的高峰,但傅衡不应功劳而自高自大。 尤其是面对违反历代制度的封号,他更是表示坚决不能接受多次请辞,婉转地拒绝了乾隆的好意。 福康安身是显赫可见一般,他的父亲是权威的军机大臣傅察、傅衡, 而他的姑姑更是乾隆皇帝的宠妃孝贤皇后。 从小,福康安就如同皇子一般,在皇宫中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 乾隆更是对福康安照顾有加, 这种宠爱甚至一度超越了对自己亲生子嗣的关心。 少年英雄,战功累累。 受益于乾隆的亲近与宠爱,福康安在仕途上的发展可谓是一帆风顺。 乾隆32年,仅13岁的福康安就被提拔为三等侍卫。 而到了乾隆36年,他已然升任为户部右侍郎以及湘南旗蒙古副都统, 短短数年间,他的官职晋升迅猛, 这足以显示乾隆对他的高度认可和期待。 福康安并非只有背景,在军事策略上展露出不俗的才华。 乾隆37年,福康安受命前往金川维稳, 当前线总指挥阿贵获悉福康安即将赴前线的消息, 立马大方帝让出主帅位置, 指派永将海兰查作为福康安的助手, 让福康安亲领大军。 福康安迅速平息此次的叛乱, 为金川的平定立下赫赫战功。 当他与大军凯旋班师回朝, 乾隆早已在京城南郊等候, 以尊荣的礼节迎接他, 赐予他家用巴图鲁的荣誉称号。 不仅如此,乾隆专门为他设紫光阁饮宴, 以示庆贺并赠予其众多宝物, 更授予他在紫光阁画像席位, 同时还提拔他为三等家永男。 乾隆对福康安的宠爱如父子亲情有过之无不及。 史料中确实记载, 福康安的赏风远超他实际的功绩, 达到了身被艺术十三的程度。 乾隆曾感慨到, 福康安由垂条换养, 精振多年训会, 止于成人。 这样的言辞, 透露出对福康安的宠溺与自豪, 对于福康安的每一次奖赏, 乾隆总是觉得赏赐给的太少, 与福康安的才华不相符。 乾隆随后又为福康安升官为正白秦满洲都统, 赠予他双眼花灵, 并特地允许他在紫禁城骑马, 可见乾隆对福康安的宠爱之深。 福康安也没有辜负乾隆的期待, 他的官场生涯如日中天, 先后管理过云贵、四川、 敏浙、梁广等地, 担任了高位至五英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 到嘉庆元年, 尽管乾隆皇帝名义上已经退位, 但仍然掌握实权, 他再次打破传统, 将故山辈子这一通常只有皇室成员 才能获得的称号, 赐予了成功平定苗疆起义的福康安。 这一决策在朝堂之上引起了广泛的震惊, 但对于备受皇帝宠爱的福康安来说, 这还算什么新鲜事呢? 身世疑云, 封建王朝对血统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尤其是清朝皇权制度格外严格, 一般情况下仅皇族血脉才有资格想皇权称王, 故山辈子是给予宗室皇亲的第四等级爵位, 而郡王则是崇高的二等王爵, 从未有过外姓被封为如此高的爵位, 因此福康安被封为郡王无疑引起了朝野的震动, 一时间流言四起, 有关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的传闻开始蔓延, 皇家秘文往往比今日的名人八卦更具魅力, 所以这种传闻持续近百年, 时间没有给出真相, 反而使这则秘文蒙上神秘的面纱, 但究竟事实如何, 是否如传说一般呢? 让我们继续探索这背后的真相, 关于福康安的身世流传着一种传言, 他声称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 这个说法的主要根据是, 福康安在年幼时便被召入了皇宫, 成为了乾隆的亲近之人, 这样的待遇通常只有皇子才能享受到, 乾隆曾经对外解释, 称福康安小时候和以早逝的皇子永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皇后当时也已经去世, 乾隆将对他和夭折嫡子的深深思念转移到了福康安身上, 然而, 这个传言的真实性至今仍然没有确定, 从历史记载来看, 福康安的母亲并非乾隆的嫔妃或妾室, 而是乾隆的一名宫女, 虽然福康安被带入宫中并且得到了乾隆的特别待遇,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乾隆的私生子, 关于乾隆和福康安的关系, 有许多不同的解读, 一种观点认为, 乾隆对福康安的特殊照顾, 是出于对其母亲的宽容与关爱, 而非亲子之情, 另一种观点则还认为, 福康安可能拥有乾隆的血脉, 但出于政治考虑和宫廷秩序的维护, 乾隆选择了隐瞒这一事实, 无论真相如何, 福康安在乾隆的封赏下成为了一个享受特权的人, 他受到乾隆亲身的关怀和培养, 拥有了宫廷的权利和财富, 乾隆将对皇后和已是皇子的怀念转移给了福康安, 这也反映出他对福康安的重视和对藤外人物的渴望, 福康安在宫廷中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被赐名福康安的含义也是寓意着吉祥安康, 他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才能, 成为了乾隆晚年最信赖的人之一, 然而福康安的命运并不幸福, 乾隆去世后, 他的权势逐渐衰落, 最终被康熙皇帝所废除, 他的后代也被剥夺了贵族的地位, 过上了平凡的生活, 福康安这个历史人物的绅士谜团, 至今仍然吸引着许多人的好奇和遐想, 无论他是否是乾隆的私生子, 他都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人物, 他的生平经历和命运令人深思, 然而另一种关于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的证据是, 他没有娶公主为妻, 福康安的两位兄长都与皇室公主结为夫妇, 按照这逻辑, 福康安继续迎娶公主, 生化与皇室的关系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当傅恒向乾隆提议福康安迎娶公主时, 乾隆却默不作声, 只是微微一笑, 随后的事情更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福康安迎娶的并非皇族公主, 而是伊尔根绝罗世家的女子, 朝中的重臣无不为之惊讶, 纷纷议论福康安这位身居高位的宠臣, 为何其兴娶的妻子不是来自皇室, 难道是和皇室有血缘关系, 所以不能上主吗? 此外, 关于这对君臣是否为父子关系, 在满清外史中也有蛛丝马迹, 由于傅恒的姐姐是乾隆的正式妇察皇后, 傅恒的夫人纳拉氏身为外妻, 多次进宫探望妇察皇后, 却意外地引起了乾隆的兴趣, 乾隆趁机与纳拉氏发生了私情, 书中描述这段情势为成简逼性质, 傅恒妻不敢去, 废有身, 行文至此, 福康安的身份似乎呼之欲出, 但只能说福康安是清朝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关于他与乾隆的私人关系的真实情况, 我们只能基于现有的史料进行推测, 而不能确定, 无论他与乾隆是和关系都不妨碍, 他曾保家卫国, 为江山设计立下汉马功劳, 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值得铭记的人物。